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谭若宜 先为一开始来关心新春党旗 北美院线又将上演一部 华语热血大片《红海行动》 惊心动魄的场景 辉红有力的气势值得期待 电影《红海行动》 近日曝光了最新的预告片 亦是让影迷和军迷热血沸腾 本次再次集结了电影 《湄公河行动》的钢铁班地 由林超仙 领军指导 张毅 张寒宇 黄景瑜 杜江 海清等领先主演 2月23号登陆北美院线 为观影朋友们 带来超震撼的视觉体验 剧本根据2015年3月29号 发生的《野门撤侨真实事件改编》 制作总成本达到了5亿元人民币 军事装备预算也达到了2亿元 电影拍摄于非洲摩洛哥 故事背景是非洲北部某国发生政变 当地华侨面临生命危险 中国海军战舰和角龙突击队 前往该国执行撤侨任务 影片的非洲部分 全部在摩洛哥实景取景 从陡峭的高山到荒芜的沙漠 从繁华的城市街头 到落寞的古城老巷 辗转进10个地区 黄沙万里 广阔辽营的非洲大地 带来了极强的视觉冲击力 在茫茫沙海之中 穿行的汉马车队 显得那样妖效 这也预示着 在非洲之行撤侨性多的艰难 在本片中 可以说是巾帼不让蓄眉 女演员们应用地完成了 各种的危险情投 整个拍摄过程中 周期长 环境艰苦 加持各种爆破场景 潜在着很多危机 海青金组没多久 手就鼓劣了 敬业的态度 让它还是留下来 完成拍摄进度 辉红的气势 激烈地活拼 台前幕后全员的努力 用心在预告片中就能看出 2月23号 红海行动 北美上线 借尽期待这部热血电影 昨天频道电极报道